嗨 大家好 我是艾艾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月爱用品 那第一个呢 先跟大家分享彩妆类的 就是我现在脸上的妆 底妆呢 是我还蛮久以前就收到公关评 一直忘了使用 可是一用我就觉得还蛮喜欢的 就是雪鸡精 有个玉牙系列里面的粉底 这款底妆呢 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的水 然后我本来以为上脸会可能好像很油亮啊 或是很透明的遮瑕度 可是呢 它上脸啊 真的很像 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很素肌感 可是呢 该修饰的又有修饰到 虽然不是那种很完美的修饰 但它修饰的真的很自然 然后很天生的感觉 然后它的味道呢 就是雪鸡精标准的那个味道 然后因为它的质地很水很好推 就算你的脸没有非常的保湿 你还是会觉得它是很乖的整个贴近你的皮肤里 溶进你的皮肤里 然后毛拱有修饰到一些 然后瑕疵也有修饰到一些 然后肤色也变得均匀明亮 我还蛮喜欢这个妆感的 而且呢 它的持久度我也觉得算还不错 虽然现在也是冬天啦 然后我不太会出油 所以我不知道准不准 用了它呢 我觉得到班外 可能就局部啊 口罩的地方稍微一点点脱落 但我自己都觉得可以接受啦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的妆感好纯净好漂亮 然后这个305的颜色呢 刚好一点点黄掉 可是又不会太黄 我觉得把我的皮肤修饰得我自己很喜欢那种感觉 然后看在萤幕上跟我整个人的色调都非常搭 你不会觉得头好像是不同的东西 或者是因为你抹了东西 然后头的色调不一样 所以呢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罐的 然后再来还有这三样是我这个月 自己花钱买的台妆 然后不算在Sephora那边 因为有开箱过了嘛 先讲Canable的这两个 是它好像一个新的系列 然后我 因为它的那个壳我没有非常爱 然后又要花好几百块去买那个壳 所以我就干脆不买壳了 我就直接买它里面的内容物 就是反正它有一个透明的可以装着嘛 就是你这样看也很清楚看到内容物也蛮方便的啊 那这个呢 真的纯粹是我 那时候好像是去台中玩 然后路过中有百货 然后就是走经过那个柜上去说 哦 这个系列 它的颜色就是让我觉得 很像我前阵子我有分享一个 巧克力色调的眼影盘的那一种 就是很纯粹 你不会觉得上上去偏黄的大地色 或是偏橘的大地色 或偏粉的大地色 或者是偏红棕色那种完全都没有 是比较纯粹一点的巧克力色调 然后初步摸起来觉得粉质就算细细的啊 感觉还不错 然后就买了 一开始我上演说真的有一点点不习惯 真太久没有用这种纯粹日系的眼影 然后你用久了现在好像眼影啊 那些都是追求要饱和 然后呢要高显色度 要你好像上上去你可以看得出整个颜色在哪里 然后你再把它晕开 可是它没有 因为它的颜色就是 比较透明感的 然后你上上去 你还一度想说 颜色呢颜色呢 但是呢 你两眼素眼对比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的颜色是有均匀的上上去的 只是它有它独特的那种透明感 但是它的粉质其实是很好暈染的 然后呈现在眼睛的效果 我觉得很漂亮 然后又很自然 刚好就是有很基本的一个那种浅浅的雾面色 然后呢再慢慢的加深 然后一点点珠光 不会太嚣张的珠光 然后再加上可以一个打亮眼头的颜色 有时候你就会不小心越上越浓 然后你就会觉得眼神很锐利 可是呢这个上起来就不会 就很自然 然后很透明 就算你上下眼影 然后或者是卧蟬 就算它的卧蟬 没有亮到好像一整条卧蟬 可是呢就是额外的耐看 或者是在各个奇怪的光线 你就会觉得你的眼睛是很自然漂亮的 走一个很低调 然后耐看好看好搭的一个眼妆 现在大家都要好像看到一个 诶喜欢的 然后先上网到处查评价 然后最后才决定 然后又考虑非常非常久 但是我很怀念那种很纯粹 我路过那个店 我自己试在我的手上 我完全不用手机爬文 自己决定 当下就决定要不要买它 没有想这么这么的多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它的同系列的腮红 我买的是01号的颜色 因为看到它有个腮红的颜色 然后呢也有个打亮的颜色 它这个打亮啊 也是还蛮细蛮细 然后也是透透的 摄摄在手上会觉得 颜色好像还蛮饱和 但摄在脸上真的是一个很漂亮 很透的那种自然的腮红 是很气质微微的红润感 然后这个打亮啊 它也不会显毛孔 然后是非常非常细的那种光感 跟很细的珠光 跟很细很零散的细细亮片 所组成的 然后一样也是非常低调 也不是现在什么什么一道光啊 完全不是 但是你会觉得你的两颊分很健康 然后漂亮的 但是呢如果你是追求显色 饱和度 那你真的就不适合这一款了 然后再来呢 还有这个Cisley的唇笔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说 我看Vogue他们的YouTube频道 有很多大明星的化妆间 然后看到好几个大明星啊 嘴巴就直接用Cisley这一支 我想说这支到底有多厉害 所以那时候呢我也一起去 柜上啊去靠柜问看看 然后他们好像是表示说 现在这一款已经越来越没有货了 就是可能他们供货那边有问题 所以呢路过了几间啊都没有货 这次我挑到的颜色呢 是这个15号的颜色 其实我觉得它用起来 没有我想象中的润欸 因为我以为用起来 是润到嘴巴是很水很多的那一种 可是它不是那样子的 就让我想到 Integrate 不是也有出那个唇笔 它就比这个水润再透亮一点点 可是呢这一支呢 我觉得它持色力真的有比 Integrate那些好 然后它虽然没有那么的油亮 可是呢你也是有那种润的感觉 方式上就是很自然的贴近你的唇部 这个颜色就是有点像枫叶的颜色 有点像自然的血色这样子 虽然我觉得上上去没有这么的 你上去觉得哇你嘴唇好美 但是呢就是还蛮百搭蛮耐看的颜色啦 然后它也完全没有味道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 比起眼影腮红 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独特或超纸一些 然后这个好像就是可以买 但没有到那么一定要买 再来呢虽然现在不是夏天 现在推荐脚指甲油会不会有点奇怪 因为就算是冬天你在家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脚 或是你在擦乳液的时候 还是看到你自己的脚 还是会希望脚趾头 看起来雪雪亮亮美美的 然后最近呢我在收集了一些 那种带有亮片 一点亮片啊珠光的指甲油 然后我觉得上在脚上都还蛮好看的 然后我觉得其中一个特别特别美的 是这个它有出很多很多指甲系列的Nail Tome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凡尔赛粉的颜色 这一个颜色上在脚上超漂亮超鲜的 就是第一个它的颜色不是那种超饱和 然后你会觉得你的指甲变得水亮 但是呢是在你转的时候的那种细致的光泽亮泽 然后呢它的粉它是有点带紫料的粉 所以我觉得显得脚粗糯沉的脚呢 没有那么的粗糯暗沉 我自己上它呢我大概上了两层 我觉得刚刚好 就是太多的话那种珠光亮片感太明显 又没有这么的鲜了 然后这款指甲油它还是扁刷 所以就超级无敌好刷超快的 我觉得我的脚很不好看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了反而灭火 但是我觉得它真的让我会比较喜欢自己的脚趾头 因为真的很气质鲜鲜 然后不会太浮夸 就不会显你的脚的缺点 如果呢你在找一个脚指甲油 看起来低调 可是你仔细看它会觉得 新鲜的漂亮的 那这个还蛮适合的 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呢我要跟他分享一个小小可爱的包包 我真的路过它的柜上 然后看了它非常非常久 最后终于决定 好我还是买了 如果我不买我还是会一直去看它 就是呢 Seline的这个超可爱的小小 像水饺的包包 这个包包呢我为什么会这么那么喜欢它 因为通常好低的 它是价钱已经算是这个牌子里面最好入手的价钱了 因为通常一个可能他们家Seline的包包 都要五六万以上吧应该 然后呢这个包包只要两万多块 重点是呢它比它其他的那种包包啊 都还要再轻非常非常非常多 你会觉得它这个帆布吗 非常非常的轻巧 然后呢它的包型虽然你觉得好像小小的 可是呢其实它的厚度还蛮够的 所以呢你其实可以装还蛮多东西 真的比想象通还要多 然后它又是这样子整个侧面可以打开的 非常的好拿 我示范如果我装手机进去 然后呢我再装一个短夹进去 它里面还是有这么大的空间的耶 所以呢你可以再装可能 例如说护唇膏啊 然后润唇膏啊 甚至是可能小的是纸巾啊类 然后小镜子啊呢全部都可以塞进去 然后再拉起来 超级无敌可爱 然后它还有两个颜色 有另外一个是他们经典的那种深咖啡色 然后这个呢是白色的 我觉得这个奶油白配这种小小的包包超级可爱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穿得非常无聊非常素 然后你背着一个它就觉得 有一个很可爱不一样的造型感 然后呢它真的已经算是小包包戒 非常不废的包包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推荐的 很蛮实用的 我后来也看到有一些那种 杂志的网站啊 然后有分享这个包包 然后它的链子啊也很细 然后很轻巧 我真的很喜欢那种很轻便型的 我觉得它是兼具好看 但是呢也是机能是好用 然后好拿的 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痛恨包包很重 就会觉得好累 人生已经够苦了 我还要去扛这个包包 如果呢你有在看他们家的包包 你真的可以再去看看这一款 因为真的入手的价格真的亲民很多很多 然后一样有这种经典的配色跟logo 再来呢我不知道前几个月的爱用 我有分享我买converse的那种懒人鞋嘛 就是帆布鞋但是后面是懒人套进去的 然后后来我就真的是疯狂的迷上懒人鞋 懒人鞋好方便哦 你每次穿拖 你就是拢进去就对了 然后你看起来又不会像 好像你穿着拖鞋出门一样那么邋遢 真的是懒人的超级救星 所以呢我后来呢也就去买了 埃迪达的 这个是Original的懒人鞋 是长这样子的 然后我买的是呢黑白 因为我觉得白搭嘛 它穿起来就比converse那一个挺很多 就是比较有分量感 就刚好适合冬天 你可能会穿那种宽裤啊等等的 然后你如果穿converse 你就会觉得整个脚快要不见 被这个裤子给埋没了 然后这时候呢你穿这个有分量感的 就很适合 而且这个superstar这个版型 它包覆还蛮好的 所以就算冬天穿我也不会觉得 好像脚很冷之类的 就这个月我还蛮爱穿这双鞋的 然后它的鞋垫我觉得很喜欢的就是 它的足弓有一点点弧度 所以呢不会像 像我好像是算高足弓 所以我常常走路走路 就会觉得足弓有点要抽筋的感觉 然后但是呢它的足弓有一点点微微的凸起来 你会觉得好像跟你的脚更合 然后更好走这样 然后再来呢这个月呢我就是除了有重训嘛 然后我还要去上那种练武术的 就是打啊然后踢啊的那一种 然后在你继续运动后呢 你就有时候会觉得肌肉超级无敌痠痛很不舒服 或者一直觉得要抽筋要抽筋之类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呢滚轮就非常非常好用 这个是我在momo买的 但是呢这种轮应该到处都有 那挑选它要注意的应该就是它上面的这个 颗的那种硬度 然后跟立体的程度 就是你越硬或是越立体你滚起来就会越痛 但是呢我选的这个是比较初学者的 就是可以这样子压下去没有那么的硬的 还有的就是超级尖的像狼牙棒的 因为我会觉得滚到尖有时候真的超痛 所以我就先从初学者的开始 你滚它真的脚会好超级超级无敌多 就比你在那边一直拉啊 或者是垂啊 真的有用很多 你是用它然后去滚 你觉得很不舒服啊 非常酸痛的地方 就是可能你一天然后你找一个时间啊 在那滚个几分钟 就非常有效就差很多 你会觉得整个脚都舒缓了 隔天脚复活了一半以上 如果你有在运动啊 好容易酸啊不舒服的话呢 真的很需要一个滚轮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十一月爱用品分享 希望大家这个又一样过得好好的 下个月呢一样也过得好好的 还有注意保暖跟温差 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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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